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烈 我应该没有吵到你吧 李哥说你很早就起床了 在家的话 请接个电话 关于面包店 我有个合作计划要跟你说 那你就不要接好了 我直接把合作计划传承给你 你千万不要接电话哦 李烈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我 等等我 我跟你说 我研究过了 那个面包店 会是附近唯一一家面包店 所以客源充足 我预估第一年的一二一定会有三百万 而且还有成长的空间哦 我跟你说哦 才会 老婆 最大的股东 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自尊心哪 我都拒绝你了 还像穷追不舍 自尊心 自尊心算什么啊 自尊心不能帮我缴账单 只有自大幼稚的人 才会拿自尊心来当作逃避的借口 而且坦白说 为了这个面包店 我已经付出我的全部了耶 现在只要你肯帮忙 要我跪下来求你我也没问题啊 贵一贵就一百万 天底下那种便宜的事啊 你还要跑啊 等等我啦 哎呦 哎呦 哎 我希望这些的风格比较偏向 摇鬼黑金属一点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 那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稍微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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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轻一点吗 帮我记一下 他妈稍微轻一点 对不起 我们继续 忘了关机不好意思 我们继续 我已经做了整个下午 从交换礼物到肩并肩坐在一起 从这里聊到哪里 又聊到哪去 我不是故意注意 是不小心听见 不小心抬头看见 我里的画面 看见男孩为你 他失去眼角泪珠 你还在那会见笑 乐出甜蜜的微笑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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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人的爱 好 怎么了 没事,被个疯子搞得紧张兮兮的 说吧,到底什么案子 让你这么慎重其事 乙烈,LA那边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去一趟 至于沟通上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慢慢谈 有什么好谈的,不就是叫我妥协吗 怎么会呢,对方已经明确表示 会完全按照你的意思 你只是需要回去一趟 我话已经说了,就绝对没有转环的余地 乙烈,我知道你自尊心强 但是你应该明白美国市场那些 你这跟我自尊心强有什么关系 我 只有自大幼稚的人 才会拿自尊心来当作逃避的借口 乙烈 乙烈,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羡慕那些能力不足的人 可以把自己的脸皮练得那么厚 到底要怎样才肯帮忙 装潢和机器的费用我已经压到今天了 我真的没办法了 乙烈,她是... 她是我哥的女朋友 也就是她刚才说脸皮很厚的那个 相信我 那不是一个不会成功的破面包店 而且我这个人做事都全力以赴 这次也不例外啊 只要你至今愿意赞助 我一定成功给你看 好,我就看看你的能力到哪里 两天后有场面包比赛 我看过了 他们允许现场报名参加 如果你可以拿奖 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好,这是你说的 我们以言为定 好,知道 voodoo 就会发生了 谢谢 谢谢 我们下转发 请 谢谢 我们下转发 等一下